农历的6月24号是关圣帝君的圣诞 许多信众都会前来拜拜祝寿 而为了更加阐阳关公中校结义的精神 东区南天宫就首次举办创意设计比赛 邀请全国各地的民众发挥创意 展现关公的气势跟姿态 而这一天也在庙内举办了颁奖典礼 另外现场也免费了发送红蛋庆生的活动 场面相当热闹 罗生响起庙内人员忙着分送红蛋 不少民众排队领取 农历6月24日是关圣帝君圣诞 每年这时庙内都会涌入许多信众参拜 感谢神明庇佑 希望大家共同来为今年几亥年 关圣帝君1860年的圣诞法会 共襄圣集 来去我们消灾解恶 消灾祈福 替我们的长辈来消灾延寿 希望我们的社会国家 能够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为了阐阳关公中校结役的精神 东区南天宫首次举办创意设计比赛 邀请全国各地民众发挥创意 展现出关公的气势和姿态 这天在庙内颁奖给十位得奖者 大家发挥巧思把关公Q版化 让豪气的他更亲民 未来也有机会将设计食品化 因为平常就是看关圣帝君的时候 他都是给人一种很庄严的气氛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就是 就是这样子平凡的设计 然后可以带给大家亲切感 让大家觉得他是 就是展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 是用光供他的形式 然后去做他的Q版造型 然后我希望是用比较庄严的方式 所以我在他的服装上面 我做很多的细节 对 然后去做设计 廖方表示7月24日起 一连三天将举行一年一度的普渡法会 由兴趣的信众可搬离登记 祈求在农历7月平安顺利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